大家好,我是银狼 今天依舊是防闯图书网 菲利普不出意料的跑路了 这也很正常 谁叫这时候图书网的师叔是 勒子人阿尔加利亚 蝎子事务所这边 也是南桃一史 被英国律武器双和茶 还有勒子人双重debuff 剧情也是懂得都懂 阿尔加利亚看完菲利普的故事 觉得这些表里复义的人 才是最可怕的 昂加也同意这种说法 某些人就是为了某个正义 实施一堆庆祝囊书的暴行 这一刻阿尔加利亚与昂加达成了心灵相通 准备开party深入交流 这场战斗蝎子事务所有点强化 但总体也不怎么样 或许事件事务所被强化的太强了 敌人太弱小了 我们让小丑送送客 好 菲利普一如既往的逃跑了 他内心备受煎熬 蝎子诉说的没错 自己是个自私之人 却还说为了他人 自己已当无比痛苦 为了承担这份痛苦 自己需要勇往直前的勇气 当初棒神被菲利普把我打得很狼狈 但现在时代变了 那么多先步 第四伺子 第四伺子 见多识广的阿尔加利亚一眼就看出 菲利普刚才战斗时装备绝对不是烙音工坊的 他猜出那是起点技术 安加也回应了他的想法 那是EGO L公司将心灵实体化的技术 阿尔加利亚套了安加许多信息 然而安加也是第一次见 不太了解 对此两人都想看看白夜黑咒 后续会给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